据报 9月18号7点到19号7点 安康市浦降暴雨 镇平县受灾严重 上竹 鼠平 白家 三个监测站降雨量超过10厘米 镇平县城区水卫站被淹 县城下新街 柿子树平低洼地段被淹 最高水深1.5米以上 部分镇电力 通讯 交通中断 上竹镇村民周女士表示 洪水发生在19号凌晨 1点到3点 镇平县民众表示 水库泄洪完全没有预警 周女士还透露 听县城回来的人说 县城菜市场被淹 生意店铺损失惨重 镇平县8月29号也发生过洪灾 有网友透露 是银湖电站泄洪 当地民众透露 泄洪没有事先通知 半夜洪水涌进县城 新唐人记者熊斌 刘芳采访报道